又是鸭鸭学法语时间了 在这个单元的这一讲中 鸭鸭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语法知识 这些语法知识是和我们的交通有关的 那有的小伙伴问了 跟交通有关的是什么语法知识啊 好了 我们知道在交通中我们需要另行禁止 也就是说 有一些obligation 必须做的事情 义务 也有一些interdiction 被禁止做的事情 法国是个法治国家 一切都讲究权利和义务 所以在日常口语中 我们经常会说到 你有权利做这个 而你没有权利做这个 今天我们就系统的学习一下 如何表达义务obligation和禁止interdiction 以及建议conceille 允许permission等等 和权利义务禁止有关的 相关的一些词汇 以及语法知识 今天作为开场 让大家轻松一下 我们来看一组漫画 漫画在法语中叫做 Bandes dessiné 简称BD 大家会看到 这组漫画上都是同一个场景 就是公交车 Le Bus 那么 在驾驶员的背后 有一则 小的启示 警告 上面写的时候我们一块来看 en 1968 1968年 On est prié de ne pas parler au conducteur Etre prié de 后面加动词原型 表示 某某人被请求做某事 而这里的 Etre prié de ne pas 就表示 人们被请求 不要做某事 不要做的事就是 Barrer au conducteur 不要和四季说话 因为和四季说话会怎么样呀 会 Le Distrir 会让他分心的 Distrir 分心 这里面我们看到 1968年是这样的情况 而1975年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En 1975 On est prié de ne pas ingirier Le conducteur afin de ne pas le distrir 而在1975年呀 人们被要求 不要侮辱四季 看来 大家跟四季玩的 有点过火了 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 情况更加恶化了 大家看到四季 好像还有一个凶神恶诈在旁边 他是谁呢 On est prié de ne pas parler au garde du corps du conducteur Avant de ne pas le distrir 人们被要求 不要和四季的保镖说话 这样的话 就不会使他分心了 看来四季经常被人威胁 好的 这是一则戏谑的漫画 讽刺与幽默 但是他以公告 告示的方式告诉我们 哪些事情是能做的 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Obligation et interdiction 那么到底是能做 还是不能做 我们如何表达呢 禁止 命令 建议 或者是允许的意思 让我们来一块看一看 有哪些词汇 可以表达这样的概念 好 首先我们做一个小的练习 请大家把下列的词汇归类 我们一共有五个选项 A De l'obligation 也就是说 必须做的事情 V De l'interdiction 也就是说 我们的禁止 C De la permission 也就是说 允许 V Du conseil 建议 E De la liberté 也就是自由 随意 您爱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好的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练习 大家选出来了吗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看 Otohize 被允许 那么当然是C 也就是De la permission 允许 Conseiller 被建议 那当然是D 建议 Conseil D conseil 它的反义词 那就是不建议 不建议当然是V 那就是interdit Defendue Defendue 它是禁止的意思 很明显是V 而Facultative 它的意思是可选的 没有强迫性的 那我当然选择E De la liberté 自由的 Imperative 必须的 选A Interdit 禁止的 当然选B Libre 自由的 当然选择的是随意 E Obligatoire和必须的 是指的是一种义务 那么当然是A Obligation Permis 被允许的 当然是C De la permission Poi 被禁止的 很自然 也是选De l'interdiction Sujere 被建议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 Consei De 最后一个 Do le he 表示被容忍的 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就是C De la permission 好了 这些词汇 我们找到了它的类别 归类之后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这里面表达 必须 禁止 允许 建议 和随意的意思 它们的强弱 能不能我们排一个序呢 好的 排除的顺序就是 A D C E B 首先最强的 一定要求别人做的 就是A De l'obligation 义务 必须做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这个D Consei 建议 建议并没有强迫 别人一定要去做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 而只是希望别人这样做会更好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C De la permission 允许 我们并没有建议 别人做或者不做 而是我们允许别人的选择 接下来再弱一点的 当然就是 E Consei De la liberté 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情 我们没有任何的禁止 当然 程度最弱的就是 Intervision 是完全不允许的 那么就是B 好了 按照这个程度 大家就知道 我们在权力和义务方面 有五类不同的词汇 它们分别是 必须 建议 允许 随意 和禁止 好的 让我们用上刚才的这些形容词 来造一些句子 表达另行禁止的概念 好 我们首先看例句 从 Denue correct Exiger 开始 也就是说 正装呀 是被要求的 是被Exiger 的 那么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变成 Il est nécessaire d'avoir une denue correct 我们可以用 Il est 或者是 c后面加形容词 再加得 加不定式的方式 来表达 必须 应该 建议 等等概念 好的 这一句 我再重复一遍 Il est nécessaire d'avoir une denue correct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句呢 由小伙伴自己来造句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Defense de fume 禁止吸烟 那我完全就可以变成 Il est défendu de fume 吸烟是被禁止的 这里面 Il est 它其实 il是形式主语 而真正的主语 是德后面的不定式 也就是动词原型啊 好 Il est défendu de fume 第三个 Medicaments à prendre le matin 早晨要吃药 那我就完全可以变成 Il est conseiller de prendre les médicaments le matin 早晨吃药啊 是被建议的 不同于前两句的 必须和禁止 而这一句呢 是一个建议 接下去我们去看 Entrez libre 免费入场 那我们完全可以说 C'est libre d'entrée 或者是 Il est libre d'entrée 入场呀 是自由的 是免费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De la liberté 自由可选择的概念 接下来这一句 Epreuve de dessin facultative 那我们就变成 Il est facultative de participer à l'épreuve de dessin 这个很明显是美院的考试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素描的考试 是可选择的 可以考 也可以不考 接下来这一句 Stationement doléré pour les usagers de la poste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Il est doléré de stationer pour les usagers de la poste 对于法国邮政的顾客来说呀 临时停车是可以被容忍的 这里面说的 Doléhé容忍 意思是可以放行 允许 但是有一定条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ermission sous condition 在一定条件下的允许 最后一个 Porte du casque obligatoire 这很明显是针对于 自行车和摩托车手而言的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Il est obligatoire de porter le casque 戴头盔是必须的 因为头盔可以救命 好了 关于这句的结构 加不定式 我们可以用上各种各样的形容词 表示我们想表达的另行禁止 好 接下来让丫丫带着大家 一块仔细的细节的了解一下 有哪些语法结构 可以表示我们所说的这五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义务 禁止 建议 随意 和允许 这五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称为 必见许一旨 必须建议允许随意禁止 好 让我们来看第一种语法结构 Une personne donne un ordre 一个人下了一个命令 下了一个指令 也就是说 有明确的那个人下指令 举例说明 Je vous demande de vous arrêter 我请求您马上停下 Vous arrêter 就是sarrêter的变形 这很明显是警察署主和小偷朋友 在做游戏的时候使用的语言 我请您马上停下 不要再动了 好 那么 je vous demande 当然是必须的 那如果是建议呢 我可以说 je vous conseille de vous arrêter 我建议您马上停下哦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当然你还可以说 Je vous donne l'ordre de vous arrêter 同样的情况 也可以说 Je vous ordonne de vous arrêter 我命令您停下 同样 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种结构 就是小伙伴们曾经学过的 命令是了 L'impératif 而同样的句子 我们可以说 Arrêtez-vous 请您停下 Prenez-an 请您吃一些吧 好了 我们看第二个语法结构 Une personne qui qu'on lui a donné un ordre 一个人呀 告诉我们 有人给他下了一个命令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必见许一旨 是我必须 我被禁止 我被建议 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就可以用 基本的结构叫做 Je dois 用douvoir 表示必须 Je dois m'arrêter 我必须要停下 警察叔叔的后面 拿枪指着我 你也可以说 Je suis obligé de tourner la tête 我被要求 必须扭过头来 因为凤姐在前面 给了我一个文 Ele me donne un billou 所以我是 必须扭过头来 Je suis obligé être obligé de 就是必须做某事了 同样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说 Je suis contra de ralentir 我必须要减速了 Ralentir 下车的时候的减速 contrat 来自于动词 contrat 强制强迫 而这里面 交通法要求我们 在某些地方 必须减速 那么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用 être de nude Je suis de nude de vérifier la pression de mes pneus 我必须去检验一下 我的轮胎的胎压 啊 pression 压力 pne 指的是轮胎的意思 对于我来说 这些行为 在交通准则中 都是必须的 所以我用了 devoir être obligé de être contrain de être de nude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结构 就叫做 avoir a 这个结构 好 我们举例说明 J'ai le plein à faire Le plein的本意 是满的意思 而这里面 它其实代替的是 Le plein d'essence 加满油 那么这里面的意思 很清楚 就可以理解了 J'ai le plein à faire 就是我有一个加满油的事情 要去做 而这里面的à faire 就是必须要去做的意思 再举个例子 J'ai des amis avoir 我有一些朋友 需要去看的 我得去看他们 所以啊 后面加动词原型 就可以表示 某件事 或者某个人 我们是必须如何如何的 这两种情况 表示 某人向另外一个人提出要求 或者是某人 被提出要求 那么这两种情况 我们能不能用来表达 必见许依旨呢 好的 让我们大家来尝试一下 我可以说 Je vous autorise de sortir 我允许您出去 Je vous conseille de ne plus prendre la viande 我建议您不要再吃肉了 我建议您不要再吃肉了 Je vous déconseille de prendre la viande 我建议您不要吃肉了 意思是这样的 Je vous défend de fumer 我禁止您吸烟 Je vous interdit de jouer avec du feu 我禁止您玩火 Je vous permis de prendre la voiture 我允许您乘这辆车 Je vous suggère d'aller plus loin 我建议您 走得更远一些 同样的 当我们被要求的时候 用这些动词 我们仍旧可以造出 类似的句子来 Par exemple Je suis autorise de sortir 我被允许出去 Je suis conseiller de ne plus prendre la viande 我被建议不要再吃肉了 对身体不好 Je suis déconseiller de prendre la viande 一样的意思 Je suis défendu de fumer Je suis interdit de fumer 我被禁止吸烟 Je suis libre de faire ce que je veux 我对于我想做的事情来说呢 是自由的 Je suis permis de prendre la voiture 我被允许乘这辆车 Je suis déconseiller de parler fort à la guerre 在火车站啊 我说话声音很大 这应该是可以被容忍的 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 好的 小伙伴们 你们会表达了吗 当被要求和要求的人 都是明确的一个人物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两种结构 而在下一讲中呢 亚亚将继续不遗余力地跟大家分享 如果没有人称的情况下 也就是没有具体的一个人 对我们发出命令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结构 好的 这节课还有一个小练习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法律和规定的区别 左边这列词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规定 法律法规 而右边呢 是它的使用的范围 让我们来做连线题 能不能把每一个词细微的意思 la nuance找出来呢 好的 我们一块来看 首先第一个 交通法的法典 这个告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这个告的来自于法国拿破仑的民法典 le God de Sivile 也叫做le God 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 所有的欧洲大陆法系 都出于它之手 也就是说呀 它把所有的法律规定 写在一部成文的固定的法典之中 直到今天呀 我们中国的很多法律 也是借鉴拿破仑法典的 所以le God de la route 交通法的法典 接下来 le directive de l'administration 行政法规 政令 directive指的是政令 来自于direction管理的意思 一般来说是一个公权力的机构 发出的政令 然后呢 le restructions pour monter les meubles 为了能够把家具装起来 我们需要一个指南 这就是我们说的说明书了 le restructions 说明指示 接下来 la loi votée par les députés 也就是说 由议员们投票选出的法律 那法律抽象的概念 我们就用la loi来表示 那么英文的law 其实和这个loi 都是同一词 同根词 然后呢 le principe de la constitution principe是原则 而constitution呢 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 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的组合 所以我们说 宪法的精神 宪法的原则 le principe de la constitution l'esprit de la constitution 然后 la règle de la gueule du participe passé 这里面的la règle 指的是规则 它是普遍的规则 而后面呢 是一个语法现象 符合过去时 配合的规则 接下来 le règlement du lycée 高中内部的规定 一个机构的 非公权力机构的规定 我们就叫做règlement 因为règle 表示管理规范的意思 好了 最后 la régulation de naissance regulation表示 调控管理 那么这里它的意思 就是对出生的管理和调控 这不就是我们中国的 计划生意政策吗 la politique de l'enfant unique 你也可以把它称作 la politique de la régulation de naissance 这个政策的好坏 我们暂时不平说 但是大家知道了 对出生率的这种调控 管理 也就是说呀 它是侧重于管理 调控的一种法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